这个苏联新兵正在执行搜索任务 突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他的枪口下 新兵剑是个孩子便放下戒备心 没增想 下一秒 小男孩掏出AK-47送新兵领了喝饭 这是发生在阿富汗战场的真实事件 提到阿富汗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美国入侵阿富汗 但在1979年的时候 还没解体的苏联 并已经发动10万大军入侵阿富汗 这一打便是10年 军事在强大的苏联都没能将小小的阿富汗拿下 战争期间 阿富汗人民全民皆兵 哪怕强大的政权以及国家 在万众疫情的民众面前都显得渺小 所以这场战争注定是失败的 1988年 苏联开始大面积撤军 迫切需要一批专门掩护撤军的队伍 于是一些孩子向往前往战场 报效祖国的有志青年 纷纷报名参军 他们被送去阿富汗边境 进行长达三个月的严苛训练 入营第一件事 便是踢去他们那一直隐隐为傲的头发 男主奥列格便是其中之一 他与自己的小伙伴们被分配到了六队 六队的指挥官名叫德加洛 是一个脸上带拔的凶狠家伙 他曾在战场待过几年 甚至战争的残酷 也正因为如此 他对奥列格等人格外严苛 因为德加洛坚信 他的训练越严酷 这群士兵才愈有活下去的希望 别的班负重训练10公斤 他们就得20公斤 奥列格虽然有怨言 但也只能照做 六组今天训练任务 负重占领面前山坡 当众人费尽全部力气爬上山坡 上面的老兵们开始发力 又将大家从坡上活生生推了下去 如果这是在真实战场 六队将全军覆没 第二天天不亮 德加洛便将新兵们唤醒 开始一天的艰苦训练 前一个月主要是体能拉链 对于奥列格他们这群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来说 是最难熬的一个月 好在他们坚持了下来 体能训练结束 开始进行枪械训练 以及刺刀战的训练 同时大家还需要了解 以及学习阿富汗本土文化 以备不时之需 在此期间 奥列格表现出色 深受德加洛的喜爱 这天德加洛情绪突然崩溃 原来他想要跟六队一起 前往战争前线 却被上级驳灰 德加洛一生都献给了军队 不让他上战场 无异于让他去死 其实德加洛当初从前线下来 是有原因的 德加洛所在连队 只有他一人幸存了下来 为了保留连队唯一的火种 上级才不让德加洛重回战场 所有的战争 注定都是有去无回的旅途 三个月时间转瞬即逝 在德加洛的宙视下 六队的士兵们 登上了前往阿富汗的飞机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 他们抵达了阿富汗的苏联基地 一群新兵的到来 也意味着有老兵离开 一位老兵将他保护四十多年的护身符 给了自己的老乡奥列格 没想到老兵乘坐的飞机 刚起飞腾空 就被一发RPG榴弹射了下来 飞机当着重新兵的面坠毁 燃起雄雄烈火 直到这一刻 奥列格他们才意识到 战争不是儿戏 随后 奥列格与小伙伴们一起 被分配到第九连队 第九连队的教官 是一个看起来凶神恶杀的光涛 上来 他就给众人来了一个下马威 将奥列格他们贬得一无是处 看来接下来的生活 注定将会一场艰难 士兵盖诺尔来到枪械室领枪 结果却发现 领到的枪不仅是二手货 甚至连枪管都是歪的 从这里不难看出 苏联当时已经被阿富汗战争 拖到怎样的艰苦程度 使用的枪 都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二手枪 当然每一把枪的背后 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盖诺尔回到基地 光头得知他手中的是二手枪 忍不住咒骂枪械师 原来 苏联哪怕在艰苦 都给新兵配备了新枪 倒是枪械师财迷心窍 从战场上收集二手枪械 分发给士兵们 而那些新枪 则是自己留下卖出去 赚取其中利润 还真是有人牺牲 就有人发财 光头将队内下达他们的连队任务 占领高地 守住防线 保卫队卧 第二天 第九连便驾驶坦克奔赴战场 抵达目的地的当晚 他们便遇到一伙阿富汗武装兵 光头带队 跟他们发生交火 后者自知不敌 简单交火后 便撤离了现场 次日新兵瓦罗加执行警戒任务 途中遇到一位阿富汗士兵 对方是个老油条 懂得一些俄罗斯语言 见瓦罗加是个新兵 握枪的手都在不停的颤抖 便知道他根本不敢开枪 阿富汗士兵邪美一笑 转身准备离开 果然 瓦罗加被唬住 也是有点呗 阿富汗士兵脚下踩中一块石头 不慎跌倒 瓦罗加受到惊吓 慌乱间开了枪 子弹正好击中阿富汗士兵 队员们温身赶到 看到尸体那一刻 纷纷给他竖起大拇指 瓦罗加也是九连第一个杀敌的新兵 光头接到任务 前往三二三四高地 掩护苏京大部队撤离 可当九连士兵抵达目的地 大家都懵了 这里没有任何掩体 而且满是鬼类 光头来不及多想 联盟指挥新兵们清理鬼类 利用碎石搭建防御工事 经过一天一夜的忙碌 一个简易的基地便搭建完成 夜晚基地需要警戒 新兵们挨个执行 后半一困一袭来 新兵小白剑四周无异常 沉沉睡去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人发现 光头派人将其狠狠教训了一顿 小白不知道 如果敌人在这个时候攻击基地 基地里的三十多名士兵 都只能是火把子 光头借此警告在场所有人 这里是战场 不是学校 不能出现一点失误 此日新兵画家被光头叫到指挥部 跟他索要火柴 可火柴已消耗殆尽 光头便让他自己想办法弄来火柴 画家顿时犯了难 他离开基地 准备向当地村民求助 就在这时 一位拉驴的老头从山脚下经过 画家急忙叫住他 连说带笔话 想用手中的罐头 跟他交换火柴 老头看明白了 但其手中并没有火柴 然后老头带着画家 前往了自己的村庄 来到了村子里 画家有些紧张 不自觉握紧手中枪 好在途中没有发生意外 在阿富汗有一个传统 不管你是谁 只要来了村里便是客人 这个时候不能动手杀人 可一离开村子 那便可以开枪 画家甚至这一点 拿到火柴头也不回 快速跑回去点 完成任务 画家受到光头的奖励 这天 九连锁在高地下 有一大批苏军撤离队伍 途经此地 九连士兵们负责警戒 可就在这时 一大群阿富汗武装兵出现 使用RPG炸毁坦克 以及车队 事发突然 苏联士兵都没反应过来 一时间 他们伤亡惨重 武装分子占据对面高地 利用地形优势 对撤离的苏军 进行各种轰炸 九连队员们 一路追着武装分子 来到一座村落里 这里空空如也 没有一点人类生活的迹象 往往越是这样 越是充满危险 光头深知这一点 带领队员们悄悄潜入 小白发现一个小男孩 处于扇心 没有开枪 没想到 一转身的功夫 小男孩当场逃出AK47 小白直接隐恨西北 随着强声响起 藏在村里的恐怖分子 纷纷现身 向九连发起进攻 光头只好带队撤离 这次战斗 损失了一名队员 九连回到高处基地 继续助手 好景不长 很快 阿富汗士兵 便朝九连高地发起总攻 他们来势汹汹 有备而来 九连架起机枪硬敌 对方人数众多 武器精灵 虽然没有重机枪 但有RPG 一发发流弹 如雨点般落在阵地上 除了RPG 他们竟然还有迫击炮 一轮炮击过后 九连阵行被打乱 光头拿起望远镜 观察对方迫击炮阵地 安排我方炮兵 迅速出击 捣毁九连炮兵阵地 随着炮兵被端 阿富汗恐怖分子 前扑后继冲向高地 九连士兵奋起反抗 却无济于事 最后 他们冲上阵地 大家进入肉搏战 经过一轮不怕死的搏杀 勉强击退一波敌军 但九连士兵伤亡惨重 四十几人的队伍 仅剩下不到十人 他们发射信号弹寻求支援 结果一发发信号弹 都石沉大海 短暂休整一会儿后 阿富汗武装分子 再次发起一轮进攻 光头指挥大家反击 却被一发RPG炸死 众人抱着必死的信念 架起机枪 勇敢站起来还击 前面人倒下 后面人补上 滚烫的机枪 宛如一条条收割的巨龙 送阿富汗分子归西 哪怕重弹即将身亡 也要在有限的生命里 送走一人 没法逃脱 便拉开手雷拉欢 跟冲上来的阿富汗分子 同归一尽 最终 在大家不要密室的打法下 成功抵挡了一波敌军攻势 战场小员过后 奥格列呼喊队友名字 发现只有六人 整个连队就剩他们几人 众人已经被打到弹井梁区 很显然 敌军的下一波反扑 奥列格几人 注定无力抵抗 但随着一声乌拉 他们还是站起来战斗 关键时刻 增援直升机赶到 在后面给九连提供火力援助 可他们来得太迟了 最终 这场战役 第九连仅剩下奥列格一人 也只有他一人回到苏联 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后 也就是1991年 苏联因为各种原因解体 一代霸主就此隐落 奥列格时常在想 阿富汗战争的意义在那 有的人在这场战争里 赚到了花不完的钱 而有的人 则失去了情人以及生命 战争结束两年后 自己效忠的国家还没了 真是炮火无情 只愿世间和平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平民第九突击队》 一部上云于2005年的战争片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称 导演将当时战况的惨烈程度 完美展现出来 是一部不错的战争片 从这部电影里 也看到了一个帝国的陨落 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 苏联便解体 而阿富汗人民还没缓几年 又被美国惦记上 还真是命运多舛的国家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